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Change 我們今天繼續進行3.11版本的內容改動分析 今天要講的內容會著重在近戰版本會強化 特別是強化雙手雜擊的一個新的標籤技能 擁有這樣的技能會讓一些昇華野蠻人之類的昇華 變得更強嗎 還有新的技能特效如何 我們繼續看下去 在繼續今天的一個內容之前 如果你想要找到留案到新的內容資訊 你可以去國際服務的官方網站找英文能力達標的話 還可以去Reddit的流亡討論版 他甚在討論的人的數量非常的多 那中文討論區的話 台灣的話巴哈論壇應該是最大的 因為有不少玩家整理出很棒的一個 整理資訊 那翻譯的也不錯 可惜的是討論的人數沒有像Reddit這麼多 好的那我們就進入到今天的主題 討論主題的方式我們就用流亡編年史的一個中文化內容 首先我們先從傳奇裝備開始說起 第一件傳奇裝備是給召喚角色使用的 關鍵應該是最下面那一條 當你的召喚物有能量護盾的時候 他們可以無視於怪物的一個 抗性 那這一點對於召喚師死靈師這樣的流派來說 其實幫助沒有很大 我們正常來說死靈師會選擇使用元素之下 讓他的敵人抗性都降低很多 再加上曝曬等等的能力 敵人的抗性時常都會失負值 所以這件衣服的作用力真的不大 但他的好處是 如果你的怪物是一個高能量護盾的一個召喚物的話 這件衣服他就能保護不錯的保護效果 能量護盾恢復的能力 然後讓混沌傷害不能穿透 召喚物的能量護盾 這一點對於像是 勢力王當中跟一隻蛇王很容易有很高額的混沌傷害的話 就可以藉由這件衣服來避免像是幽魂太薄的幽魂被秒掉 所以見人見之這件衣服是可以用的 但是後期 畢竟召喚物有加一幽魂數量的衣服 再者我還有想到 有些召喚的幽魂 他本身是沒有能量護盾存回血的那種 那就很尷尬啦 對不對 還是要看情況使用 如果前期好取得 我覺得是可以取得 再來的話是一個傳說的手套 這個手套其實沒有什麼好說的 就是穿刺的一個手套 他能夠把 擊殺敵人的穿刺帶給附近的敵人 這對於後期的穿刺流派 我覺得幫助其實並沒有到特別的大 好處是你可能在打一些 一整群怪然後裡面有稀有 傳奇敵人的時候 他的穿刺可以瞬間的疊給 被攻擊到那個敵人 但是我先跟大家講這件手套的效果一定比你們想像的還要差 原因是 穿刺這種東西如果你是百分之百造成穿刺紀律的話 你打單體敵人他是耗不盡的 我能想到他的 用法就是 附近有其他的敵人然後被殺死 加上你的穿刺機率不是100% 這樣的話你沒辦法 時時刻刻的把你的穿刺打起來需要更多的穿刺疊層 這個手套才有用處 除此之外我覺得他的用處 看起來是不大了 蠻可惜的 好的那在下下來我們來講到這個改版的重點 猛擊技能 猛擊的話我個人會想要用一個比較直觀的方式 你就把他想用砸地板砸地的技能就可以了 那總而言之呢他對於雙手流派提供了更好的輔助 他的攻擊速度慢但是 單體傷害高的流派有更多的選擇 我先猜 鎚應該是 最優秀的一個選擇 畢竟他有暈眩高傷害等等的能力 加上新的輔助 寶石的關係這個戰爭之鎚 他並不需要我們的攻擊速度有多快 他要每隔一段時間都是數秒以上 才會發動一次的 也就是說理論上我們的攻擊速度慢一些但是單下 雜的溝通 那這個戰爭之鎚就會更有效 戰爭之鎚是一個新的輔助技能 輔助除了先祖戰士長瓦爾猛擊之外所有的猛擊技能 對了順便一提啊 好像大家比較喜歡聽我分析這個概念 那我就 中間塞一些小知識跟大家提好了 瓦爾技能是一個很尷尬的東西 因為 系統沒辦法判斷他是要放瓦爾技能還是其他的技能 以及他的一個 時間冷卻的衝突 對血程式來說很麻煩 或者是他們有些技術上的排除問題 所以就沒辦法輔助瓦爾技能 這也很正常 不然的話有瓦爾系統的一個 這種 雜地技能 會比其他的技能來得太磁箱了 好的那還有個重點是什麼 大家知道一件有趣的事情 電弧是不是本身沒有持續時間的標籤 那假如是瓦爾電弧呢 他就有持續時間的標籤 那你衣服裡面有持續時間的話 他就可以用 超級不合理 好的那他當然不能輔助 那個先祖戰士長 不然你可能插了很多個先祖戰士長 加上這個戰爭之罪輔助 這個角色能力會變得更強 會變得太強 變得超強的圖神流派也說不定 好的他會製造出一個強大的充能猛擊 這是一個高額翰範圍的猛擊傷害 那最後我們會看一下官方釋出的影片 再做一個 整體的解釋 會大家比較清楚一些 以下技能可以被他輔助 這邊都是砸地技能 我們沒有什麼多 要看的地方 總之這裡會新增一個 叫破地之極的一個新技能 我跟你們說 砸地技能真的是 很麻煩喔 列地 然後陣地 大地陣擊 聽起來好超級像 那好我們再多一個 多利亞尼之處 這是神主拳 他的一個特殊能力 給予一個多利亞尼之處的一個技能 我個人覺得這個拳 應該可以被玩壞 為什麼呢 他在空手情況下 他放的那個技能 假設我先說假設 可以被新的戰吼當中還沒有釋出的一個 叫做 將軍戰吼的東西 召喚一大堆使用這個 神主拳 那就不是Touch of Gods 是Touch of Gods 我還蠻期待可不可以這樣搞 但是這是一個腦洞 等到時候再測試吧 來這個新增的破地之極 12級的一個猛擊技能 5個裂隙 裂隙結束的時候會冒出堅斥 並且短暫的持續時間 那這個有個蠻有趣的 在其他的猛擊技能 是其他的 或者是戰吼的範圍之內 這些次將爆炸 造成範圍傷害 可以跟著戰吼一起做一個運用 做一個清土的能力 那你當然可以額外的使用戰吼或其他技能 或累積堅持一定的數量 造成一次性的速發 好的再來是破體之極 破體之極有一個蠻大的優化 而且不再使用充能 它根據你的耐力球數量來給予 額外的一個範圍跟列地效果 這個很棒 為什麼 這次改版當中我最喜歡破體之極的改動 那是因為破體之極跟耐力球是可以連動的 跟耐力球連動的昇華有什麼 像是勇士 勇士這個版本可能會變得很強 我們先說勇士目前選用的角色 沒有很多的原因 勇士其實也蠻怕 一個比較大的傷害 他的減傷能力還可以 但是他面對多個敵人 然後多個敵人的高傷害的話 他的防禦能力就不足為是那麼強 再加上他其實還蠻慢 雖然有一些技能可以讓他不會被暈眩 無法降至基礎值 但是沒辦法像是勇士的挑戰球一樣 給予更多的行動速度 更多的攻擊速度 差距實在是太大 那這一點的話 他就變成一個坦克 那他的坦度整體上又沒有贏過勇士太多 就讓他有點尷尬 不過這次的話有耐力球的效果 又增加額外的範圍 暈眩耐力球 加上他原本就有的一些元素方面的抗性 他就可以跟 新的一個 天賦 我記得那個天賦應該是新增的戰亂珠寶天賦 他能夠降低自己的抗性 然後讓 護甲值去承受元素傷害等等的能力 那加上勇士本身的高額物理建商 可以做一個聯合運用 那不過還沒有完整資訊出來 等到完整資訊出來之後 再捏一隻適合的角色做一個說明 那再來的話還有酋長 酋長第一個你的這個技能 不用說是一個破體的火焰傷害 火焰傷害的技能玩酋長就先對了一半 再加上以前這裡有一個 耐力球回復能力加一最大耐力球 使用火焰技能時獲得耐力球 他是除了勇士之外比較容易能夠拿到耐力球的一個升華 天賦 所以其實玩酋長也不錯 他的坦度可能會稍微的差勇士一點但是傷害應該會高 勇士蠻多的 那我們接下來繼續看下去 額外的裂痕也變得更可靠會變得更穩更大 然後每三次猛擊只會消耗一顆耐力球 而不是機率的消耗 這樣對於這兩個職業來說 其實耐力球是比較難消耗完的 然後充能打擊改為額外的裂縫機率 這個還好 那破體之擊到時候的傷害應該會很高 假如他的那個裂地的效果能夠跌到敵人身上的話 我覺得打單體傷害應該也是挺高 但是不知道他改動會如何 好裂地穿刺 裂地穿刺隨著技能保持等級提高給予基礎的物理傷害了 那這個還不錯 血姿態時的尖刺更穩定 然後殺姿態的範圍 他會在前期降低 後期的話會有額外的尖刺 這樣不錯 因為裂地穿刺這個技能我以前很喜歡拓放的時候使用 但是他有個蠻大的缺點 他的邊緣很容易漏怪 畢竟他是像一個海星狀的打擊會有縫隙 好的那血姿態的話 單體傷害的尖刺 打小敵人的話也比較不會容易漏掉 以前的話還蠻容易打一些 一直動很小的敵人 讓你的尖刺鎖定打擊範圍變小 這樣的改動之下我們就可以稍微的撐一些範圍 不然以前的裂地專制我都是給暴徒那種沒有範圍的角色 只是單純的撐攻擊速度 攻擊速度快 血姿態的刺就不會漏掉 那輕怪的範圍我只要一直轉我的滑鼠 海星也不會漏 這就是我的戰略 那現在可以改了 太棒了 好的大地震級 大地震級的話 用速度慢的武器進行一個中敲 更寬更長更慢的噴流 噴流時使用大地震級會導致噴流結束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像是信念浪泳一樣 你在他的結束之前放技能 他要往遠的衝擊波他就會消失 他就是鼓勵你使用速度慢的武器猛擊 你速度慢一點他就可以飛得更遠 好的那這些噴流是有最短距離的 如果敵人附近近的話可以用高攻速的武器或多重打擊輔助這也是OK 但是我相信用這樣打擊技能的玩家 要的應該是他大範圍的傾土 一個六連技能的話要一直切換 模式 但是打單體打群體我覺得還蠻麻煩的 那他的衝擊波可以疊加覆蓋 寶石不會提高半徑而是提高範圍 對於攻速慢的武器來說提高了更好的範圍效果 同理更慢他會衝得更遠 那原本衝得更遠的情況下再接送他的範圍 還有烈地之擊 陣地 寒冰衝擊 這些都是數值上的改動還有特效 特效等一下我們繼續看 蠻帥的 其他猛擊技能 技能優化還有新輔助 那影片我們最後再看好了 那 比較特殊的地方是 這三個技能都可以在空手時候使用 這我就有個大膽的想法 烈地之擊範圍很大 然後大地陣擊範圍很大 陣地的範圍也是挺大的 他就可以讓 像是空掌之術做一個使用 空掌之術空手然後 他是打臉手也是空手的技能 那這個能力給予非常高的點傷 給予更多攻擊速度 空掌之術來自於新的那個新團珠寶的一個天賦 如果我在聯盟初期或一段時間真的要生產 他的價值如果是個位數崇高我覺得都很有資格 應該說很有可能性我會想辦法把他拉下來用 因為他可以給很多近戰流派的拓荒使用 加上這個版本我至少應該會練兩隻角色 近戰拓荒 所以空掌之術 他在拓荒的能力是實無前力的搶王空手能力也是超級厲害 傷害非常的高 可以省掉很多近戰裝備 畢竟近戰裝備很貴嘛 你可以換個角度來想 他周邊裝備自然也是很貴 但是也有取代品 我個人懷疑他 應該會被nerve20%到30%左右的 攻擊傷害 這對拓荒來說沒有關係 但是到最後期的 成熟傷害應該會有差 到時候再看Patch Notes怎麼改他吧 好的那核心天賦新的油瓶的部分 油瓶的部分 有知道的玩家應該要知道 那個官方原本在設計油瓶的數量的時候 還蠻有趣的 他是設計所有的核心天賦的數量 再加上所有顏色的一個油瓶做一個配對組合 剛好可以涵蓋所有的一個 核心天賦點 但是後來新增的核心天賦點 塗優就塗不掉了 這尷尬 他就只好新增了一個油瓶 再增加排列組合的一個可能性 這麼一來 可以覆蓋所有的油瓶的一個天賦啦 那個 西蘭數學加油 好了不要再嘴唐了 那接下來是天賦的部分 擊殺時獲得靈巧 獲得靈巧效果 移動速度 隨著 那個時間 增盈的一個流勢 數字到0 你有靈巧效果 不能再獲得靈巧的效果 除了刺客以外 打圖的過程中拿這個來獲得靈巧 還蠻棒的 不然正常角色要獲得靈巧的限制還蠻多的 一般除了刺客之外 不太可能會 想辦法用到靈巧的能力 好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天的影片好了 有些關鍵地方可能會稍微停一下 跟大家說明他在幹嘛 首先這個 我們不妨用全螢幕看好了 好這個是一個新技能 然後大家仔細看地面 戰吼 他開始炸開了 這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新增的那個 技能 他會給範圍一個 列地的傷害 哇這個帥 這個應該是寒冰衝擊 這個新特效 然後剛剛是頭上的那個 新的先祖打擊的輔助 打砸下來的東西 好這個我們可以看到這裡的技能圖示 是新的 這是算新的還是舊的 不知道 這個特效有點 沒有這個應該是舊的 我想起來剛剛那個是洋人的那招是舊的 沒事沒事 好這個圖示就可以很明顯確認是新的技能 就是剛剛我們提到那個新技能 那這個的話是 列地之極 刺刺的 然後這個是大地陣極 你可以仔細看那個紅色的頭出現的時候砸的特別大一坨 就是新的輔助寶石的能力 這個 哇就覺得寒冰衝擊這個也太帥了吧 那個紅色的圈圈加上這個冰真的帥的不要不要 好這個就是列地穿刺 然後你可以看到顯模式的刺的特效有改變 殺模式好像沒有什麼改變 好這個破體之極 感覺這個動畫出來的速度變慢了 然後這個是奉獻之路 奉獻之路正常模式的話就是那一圈符號 那是那個火的 你可以看到那個頭上面出現的時候 就是新的輔助砸出來的一個效果 範圍會更大效果不錯 好的那以上是近戰改版當中的砸擊技能砸地板 效果我個人覺得對於很多昇華的配合運用加上戰吼 這裡面的每一個的改動我覺得都算是 偏中規中矩式比較強但是沒有到逆天 但是我把前面的提到的 你現在新的昇華的天賦假如昇華沒有動 那以前舊的昇華天賦加上新的一個技能做的延伸運用 包含勇士跟酋長的表現都會 達到一個蠻高的高度 那戰吼的部分 雖然他主打的是砸擊技能 會讓很多像是暴徒的 超高攻擊速度 效果就沒有那麼好 但是人家有戰吼人家就有隱蔓 這些近戰角色都可以用戰吼做一個搭配 不管是近戰跟戰吼的連動 耐力球跟近戰的連動 新的特效 那些零零種種加起來 近戰這個版本真的是多了一個蠻有趣的玩法 那我個人的心得是 玩家實在是蠻難搞的 你不想用一個技能一直OP很久 那又想要得到一個近戰或者是什麼技能玩起來 但大家會抱怨打王太慢 傾途太慢 那我簡單來說 大家就是希望用各種不同的巧利明目的方式 飛車刷土然後又把怪整片整片的炸光光 但我不想用法術炸 管你怎樣 你用近戰變個方法把整面螢幕炸乾淨就好 好的那以上是我的看法 也許 這個大家的想法應該也是蠻接近這樣的概念 以上就是我今天對於 近戰雙手還有 雜地技能的一個小小的心得 算是這個牙膏 那還有一些像是傳說道具的部分 的話我看明天會不會要釋出新的 因為據說會改變50多瘟 那個之前的牙膏改的傳說裝備還沒有到很多 我想要累積起來再一次做 那如果你對於這樣的影片的介紹什麼看法 你希望 我講更多的腦洞還是在裡面塞一些 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流氨道小知識的話 那也歡迎留言告訴我 那我是Change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